紅燒牛肉乾拌麵 如果大家喜歡, 可以將它做冷麵版 夏天 牛腱450克, 牛尾兩件 豉油四分一杯, 魚露兩茶匙, 糖一茶匙, 米酒半杯 八角三粒, 丁香兩粒, 桂皮三塊, 五香粉一茶匙, 薑兩片 蔥一條, 芫荽兩條, 牛角椒一條 白菜兩個 豆乾半結, 這個個人喜好, 可以沒有的 台灣麵兩個 不知道大家喜歡什麼動物呢? 首先將我們的牛腱和牛尾, 用水沖一沖 我們稍後會拿去出水 牛腱用刀, 切大約2至3cm 切什麼呢? 當然是切片 部分是冬腱, 切刀추薑 如果是一口腱鍋切可餓才會好吃 鍋滾一鍋, 放香薑 然後將剛剛拍攝出來的牛腩 對呀, 哪塊牛腩呢? 牛鏟, 說錯啦, 又加牛尾也放進去出水 水沖後, 再放五分鐘 然後將它放到水 用水游泳沖沖,把表面的髒東西沖走 然後瀝一瀝水,備用 牛角脂,把半條切片 香料放入鍋裡 把火燙一下 大約30秒左右 香料就可以了 把剛才切開的牛角脂 放進去爆一下 一樣,又是大約30秒 然後放入牛腱 牛尾 然後放五香粉 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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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左右 目的是想一想吃 然後收回中小火 放一茶匙豆瓣醬 炒一下 炒一下 然後放半杯米酒 然後放四分一杯豉油 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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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入兩片的薑 加一片的薑 淀水 淀水 大約是1.5-2裂 直到水蓋住肉 就可以了 中大火 等待它煮沸 淋滾前, 用小孔拌走 攪拌後, 蓋上蓋子 收回小火, 炆兩小時 煮好前半小時, 處理芫荽 芫荽, 只需要葉 剁碎, 放在一旁 剩下的牛角椒, 切片放在一旁 剁碎, 切一半 然後切粒 放在一旁 把芫荽, 切一半 肉質 剁碎, 切一半 若然不大 怎會吃呢 薯草, 清洗乾淨 切一半 切一半 如果大棵的芫荽, 切一半 若然不大, 怎會吃呢 若然不大, 怎會吃呢 不知是否早上還沒睡醒, 經常說錯話 兩小時後, 蓋上蓋子, 試一下味道 帶點鹹, 湯比較油, 因為有牛味 但相對比較稠, 加少許糖調味 拌勻, 味道足夠, 放在一邊, 適用 煮一鍋水, 把白菜放進去 怕淡, 加少許鹽 兩分鐘後, 拿起備用 然後, 煮兩個麵 看你的麵是甚麼麵 我這個麵煮大約五分鐘才稠 有麵煮三分鐘 說到尾, 都是合適的硬度 攪拌後, 瀝水, 浸冰水 浸大約十多秒, 拿起 然後, 把所有水分, 盡量燉 攪拌後, 用碗, 把食物放在一起 然後, 把食物放在一起 還有一些未斬斷的牛筋 還有一些未斬斷的牛筋 芫荽蔥, 配料 還有兩三片的牛角椒 還有兩片的牛角椒 做得八角, 不要浪費 然後, 把食物放在一起 整個乾半面就完成了 吃之前, 淋些醬汁 所以, 吃湯麵的, 淋多些醬汁 整個紅燒牛肉乾半面就完成了 支持朋友, 訂閱頻道, 按讚和分享 不知道大家喜歡甚麼動物呢? 我追恐龍 下次見, 拜拜